范冰冰过去樱桃税风波 遭到中国官方封杀重挫演艺失业 不过近年来她透过时尚活动积极复出 日前范冰冰惊喜成为精品品牌的走秀压轴 让网友们大吃一惊 也纷纷大赞范冰冰 国际时尚女帝不断创造历史的顶级巨星 而微博也传出多张 范冰冰走秀时的原图照 有眼尖网友发现 范冰冰脸颊跟精修图相比 看起来非常浮肿 线条也很不顺 引起部分网友们热议 但就有网友为范冰冰抱不平 认为到41岁都不一定会有范冰冰的体态 以年纪来看她已经很好了 而这次范冰冰出席活动的多套造型 也让网友们大赞不一样 在这次范冰冰的地步 我们下期开了 前期范冰冰的大赞范冰 不过我们下期范冰的地步 我们下期范冰冰的地步 现在我们下期范冰冰冰的地步 和我们下期范冰冰的地步 现在我们下期范冰冰的地步